快来啦快去乔班 快醒啦 快来啦快去乔班 快去乔班 快来啦快去乔班 快大姐快一起来 来到乔班之间 快去乔班 在这世界里面 有许多的快乐 一起游戏 唱个飘路 就像快乐天使 多少美好 花了时光 紧的乔班 在乔班 快来啦 乔班 乔班 乔班系列节目 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来了 关注宝宝宝妈的育儿困惑 聚焦最新最热的育儿话题 用轻松的方式 传递科学育儿理念 用实用的方法 提供家庭育儿妙招 各阶段需补充什么营养 如何呵护宝贝的身心健康 宝贝适合什么样的亲子游戏 怎么发掘培养 宝贝的兴趣爱好 家长现身说法 专家现场执招 360度解决育儿难期 为宝宝的健康成长 绑架护寒 七乔班 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 宝宝宝妈们千万不要错过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七乔班系列节目 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小璐姐姐 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看到来自全国各地 100多个宝宝家庭 学的育儿方法 陪伴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展示育儿小妙招之营养片 今天我们的演播是为大家请到的育儿专家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儿童保健部副主任张岳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那待会呢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呢一边看视频一边请您为我们大家介绍儿童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 那首先要登场的是来自重庆和北京的三个家庭 他们制作的可都是鼎鼎大名的中华传统美食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营养小妙招吧 招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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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少量的糖和奶粉搅拌均匀 很香 首先用手掌帮山药压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张不远今年五岁了 我叫张不远今年五岁了 我喜欢吃各种各种各样的美食 我也爱说爱笑喜欢探索世界 我还会唱歌背骨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我们要到中秋节了 我们要吃月鸣丸干 我们会做月饼啊 我们会做月饼啊 那咱们俩一块做月饼吧 行 我们一起来看看红豆的营养价值吧 红豆含有蛋白质 膳食纤维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E 甲元素 酶元素 锡元素 铁元素等 可以为人体补充丰富的营养 增强体质 将红豆洗净后 放入电饭锅中蒸熟 使用破壁机打散 或者准备一个碗捣碎 将打好的豆沙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冰糖 使用油翻炒至粘稠 另取一个碗 放入糯米粉 粘米粉 砂糖 牛奶 搅拌均匀 再加入色拉油 继续搅拌 搅拌好后 过筛 包上保鲜膜 表面使用牙签扎孔 上锅蒸20分钟 面皮蒸好后 戴上手套 揉至均匀 将揉好的面皮 搓成长条后 切成小块 再将豆沙揉成长条后 切成适量的大小 将面皮按压成圆形 将豆沙包进去 揉成一个圆后 放入月饼模具中 用手时间按压月饼模具 美味的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今天我们用糯米和红豆 制作的冰皮月饼就完成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也可以和爸爸妈妈 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 进行制作 冰皮月饼虽然好吃 大含淀粉较高 小朋友们要适量吃哦 谢谢 みなさ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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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 欢迎继续收看七条版系列节目 100个食用的育儿小妙招之营养篇 那对于幼儿的营养均衡来说 三餐营养摄入足够 那么才能长得高长得壮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三个家庭有什么妙招 是怎样达到营养均衡目的的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何逸晨 今年我三岁半 我喜欢唱歌 喜欢运动 我最喜欢是恐龙玩具 我什么东西 一句话说 我讲到第一次 啊 明明还放这些 愿意 是不是 现在 是 我接听我说 我票 有什么 我行 是我 你 真心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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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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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跳绳 蜘蛛琴和下屋子骑和下围骑和下飞行骑我都很喜欢 我喜欢去大海边采沾阳光 有个采用宝宝 看风吹到天热爱一草一木 我非常喜欢小动物 也喜欢去探险 武师里说 山不见我 我去见山 自由呼吸 一路向阳 我喜欢动手做美味的食物 嗨 我是你们的马里奥厨师 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一道既有营养又简单的美食 菠菜蛋卷 将焯水后的菠菜切成小端 把鸡蛋打入碗中 搅拌均匀 放入适量盐 加入千碎的菠菜 继续搅拌均匀 开火上锅间 倒入适量油 留热后 倒入菠菜鸡蛋液 小火煎至表面粘固 菠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 微量元素 等等很多营养物质 将菠菜蛋卷轻轻卷起 拆成小段 放入盘中 这样 美味又可口的菠菜蛋卷出锅啦 菠菜蛋卷 我要开动啦 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我们努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哟 爱运动 爱阅读 爱涂鸦 爱臭美 喜欢小动物 这就是我家宝贝 小爱 大家好 我今年四岁啦 我叫小爱 和周围同龄孩子相比 小爱属于个头偏高的宝宝 这主要得益于 她对奶制品的热爱 奶酪 牛奶 酸奶 是我家的常备三宝 日常生活中 小爱是个有点挑食的宝宝 喜欢吃面条 米饭等主食 以及肉类 鸡蛋 基本不碰 蔬菜也仅限于爱吃的两三样 四岁宝宝 活泼爱动 肉 蛋 奶 蔬菜 等各种食物均衡摄入 才能保证生长发育所需 对于不爱吃鸡蛋的小爱 我一般会换个做法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道 小爱从一岁 以至吃到现在 百吃不厌的奶香薯条的做法 需要的原料由土豆一个 鸡蛋一个 奶酪一片 牛奶适量 土豆削皮 切成薄片 上锅蒸熟 腐食机中加入煮熟的土豆 鸡蛋 奶酪和牛奶 搅打成泥 装入表花袋 烤盘中铺上油纸 将表花袋中的薯泥挤成长条形 或者小朋友感兴趣的数字 字母等形状 放入烤箱 上下火 隔150度 烘烤20到25分钟 也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制作 薯条是这个年龄段 小朋友最喜欢的零食之一 餐厅的炸薯条 油脂 脂肪 以及盐的含量都比较高 小朋友吃多了容易消化不良 影响生长发育 这款家庭自制奶香薯条 富含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丰富的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 以及钙 磷 钾等矿物质 在小朋友食欲不佳时烤上一盘 代替主食 一顿干掉一个土豆和一个鸡蛋 不在话下 对对对 对好吃 对于挑食的宝宝 可以用他喜欢的角色 或者动物 玩偶做榜样 鼓励他勇于尝试各种新的食物 也可以利用这个阶段 小朋友好胜心强 爱争第一的心理 在吃饭时 和他比赛看谁吃得快 让吃饭变成一种乐趣 这一期的营养小妙招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吃饭香香 范壮成长 我叫王浩宇 今年五岁了 今天我从幼儿园回来后 妈妈给我做了好吃的炒鸡蛋 一会儿我想给他表演手指操 谢谢他 妈妈 我想给你表演个节目 表演什么节目呀 炒鸡蛋 手指操 好啊 那你开始表演吧 好 一根手指倒点油 两根手指打个蛋 三根手指撒点盐 四根手指翻一翻 五根手指端起来 谢谢您的炒鸡蛋 哦 我收到你的感谢了 表演得真好 妈妈 我想给你学做蛋饼 好啊 那我就教你做西红柿鸡蛋饼 好 西红柿是我们餐桌上的常见菜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 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丰富 还有胡萝卜素 维生素C和B维生素 还有番茄红素 具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 鸡蛋 富含优质蛋白质 软磷脂 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 很有好处 下面开始制作蛋饼 锅中刷油 然后将刚才做好的西红柿圈 依次放入烤盘 再放入刚才调好的鸡蛋液 等蛋液凝固后 再撒上黑芝麻 就可以出锅了 真好吃 刚才你在做蛋饼的时候 妈妈给你做了一个小礼物 什么礼物呀 等你吃完了 咱们一起去看看 好 蛋壳贴上贴纸 放在手电筒上 就变成了蛋壳灯 这就是送你的小礼物哦 你看小小一个鸡蛋 却有很多的用途 最重要的是 它还有丰富的营养 鸡蛋鸡蛋好处多 请听我来戳一戳 软鸣之 变大脑 矿物质 强已折 优质蛋白醋发育 维生素的种类多 提升免疫护视力 每天都要吃一颗 小朋友们 记得每天都要吃一颗鸡蛋哟 这是我家的宝贝 大家好 我叫董依西 我今天四岁了 我是一只快乐小猪 芸汐的爱好 很短发 然后那个 爱阅读 发现她的肚子 爱吹泡泡 爱发发 就是不爱好好吃蛋 我不想吃蔬菜我 胖 为了均衡营养 补充成长所需的蛋白质 和维生素 我们经常给孩子 做超级简单 但能搭配黄瓜 西红柿 胡萝卜 青菜等多种蔬菜的饼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西葫芦饼 西葫芦 擦成丝 汤变成丝了 加入鸡蛋 面粉 加一点点水 再控制 这是我们今天的小妙粽 搅拌均匀 成糊状 平底锅烧热 倒入少量食用油 倒入面糊并摊平 中小火 煎至两面金黄色 出锅 开心了 我是妈妈的小帮手 谢谢啊 吃一整个 好的 比我的小妙子好 宝贝超爱吃 太好了 好了 今天的营养小妙招 就分享到这里啦 希望每个宝宝 都能养成良好的一起习惯 博壮成长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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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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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